佛心失智别生前也放心中 吉隆坡慈祭大城堡公秀处举办慈祭委员联谊会 一起找回当初受证的处罚心 大家都会回想回当初的受证的那一面 希望也是每一个人都是文法、传法跟说法 然后跟接引更多的人间菩萨 这个都是我们所有的弟子的一个使命 慈祭委员秉持正言法师 为佛教、为众生的志愿 与佛心为己心、以实志为己志的师训 从事祭品教父的职业 因此受证不是毕业而是承担的开始 其实我还没有受证之前 我就是一直想到受证过后 我到底能够做什么东西 我不是只是为了受证而受证罢了 我这一念心我是一直在想 我到底能够做什么 自从我受证到现在 将近有30年这样 虽然我的年纪这么大 可是我还希望我在持继路上能够继续走 走到最后一口线 虽然讲法亲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家人 家人就是承秉行陪伴出来的 同样热闹的还有吉隆坡金司堂 法亲齐聚互相陪伴 持续精进共行菩萨道 爱要怎样用 爱那个中间那个心 你要把心拿出来 人家才会感受到 你真的那个用心去爱 慈继之功康正米罗 慢慢地走入人群 盒子的那一撇 用的是椰子叶之城 当中带有特殊意涵 随着一年一年 慈维人数越来越多 联谊会邻居向心力 一起传承慈祭的禁私法卖 首支不动 一百千千 麦大爱吉隆坡综合报导